的嵌套之后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SaaS的嵌套 后面的呢 我们都会用相同的思路 先用less实现一遍 然后我们看一看在SaaS中 实现同样的逻辑 应该怎么样去做 那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SaaS 那么SaaS安装呢 也是通过NPM去装 我们会去装 npm install node SaaS这个包 同样的 前面介绍过了 你如果不加其他的参数 那么就是局部安装 如果你加-G 就是全局安装 那么安装之后 就可以调用node SaaS这个命令 来进行操作 那我这里呢 因为已经装过了 就不再展示 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 发现安装需要很久 或者是安装不成功的话 建议大家安装一下 CMPM 然后使用CMPM来进行安装 这样的话 它会使用国内的镜像 来进行下载 会安装顺利非常多 那么来看一下SaaS文件 我们这里呢 SaaS文件的后缀 使用的是SCSS 那这个就是SaaS文件的后缀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代码的结构 事实上这个代码的结构 跟我们的less文件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less文件 这个呢 是SaaS文件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那就说明他们的语法 其实非常相近的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编译 那编译的过程中呢 我们直接调用nodeSaaS 然后指定这个SaaS文件 然后可以回车看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呢 被输出出来了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1-next-saaS.css 放到这个文件中去